白色休旅車及時而來 與對象銀色轎車正面對決 兩台車猛烈對撞 車子往後一彈 車頭全毀 撞擊瞬間 一對母子剛好就站在路邊 媽媽帶著念幼兒園的兒子下課 莫及了驚險瞬間 二話不說 往回跑 衝回幼兒園裡 休旅車架式打開車門 扶著頭走路不穩 他開車載著妻子要去理髮 遇上逆向轎車 直衝而來兩敗俱傷 一共三人受傷 事發現場對面就是一間幼兒園 當時家長和小朋友母子倆目睹車禍 警方調查逆向轎車在前方彎道 為了閃避停在路邊的遊覽車 逆向跨越雙黃線 釀成對撞車禍驚險萬分 記者彭志明 楊錦鵬 彭鑫 雲林報導